这个遭到颇会晤的事件 持续的在发烧 现在演变成了两个女人的战争 也就是肖敬腾的经纪人Summer 跟这个肖敬腾的忠实粉丝 Yuki之间的口水战 两个人你来我往的 毫不强扰 金曲歌王肖敬腾遭颇会晤事件 持续延烧 现在演变成经纪人Summer 跟忠实粉丝Yuki两个女人的战争 日记富婆Yuki原本是肖敬腾的忠实粉丝 全因太关心老肖一举一动 七月更前进她的家门 让她跟经纪人忍无可忍 出面控诉Yuki骚扰 之后Yuki就在微博发文 称Summer振兴 还说Summer对外自称 是肖敬腾女友 彻底惹闹Summer 不过Yuki之后受访表示 翻要是Summer 看她也开娱乐公司 怕她把老肖抢走 直指Summer嫉妒她 Yuki一再对外放话 肖敬腾经纪人Summer 决定搜集Yuki毁谤证据 搞到底 这次的破灰物事件 传出Summer父亲林光宁 听到你们可能被欺负 还一度想要出面帮忙解决 目前在广州的Summer强调能处理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老爸操心 或许就是因为老爸是资深艺人 让Summer熟悉演艺环境 当年他会演示英雄 一手打造肖敬腾 成为新光邦最红的艺人 身为经纪人 这次帮肖敬腾会晤事件 Summer相信自己可以hold住 不过针对疯狂粉丝的行径 该追究的 他不会先手 记者陈金雄李亚英 台北采访报道